今天跟大家分享 沒有水也能夠做咖哩 而且超好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茲 是一個喜歡運動 並且執行低碳水飲食的專業主廚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料理 是全國上下大家都會非常喜歡的 咖哩 我們用比較特別的方式來操作 是用不加水的方式 用食材本身的甜味跟水分 然後引出咖哩更濃厚的味道 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要一個厚的鍋子 還可以均勻受熱 那第二個呢 我們需要用比較多不含水分的食材 我們有用到洋蔥 番茄 海鮮那類的東西 才去做操作 我們先在鍋子裡面 加一些這個油啊 配方當中的洋蔥呢 炒一下 先把它炒香啊 蒜頭也已經下去了喔 讓洋蔥的香氣甜度更高 炒了差不多之後 然後我們加一些這個乾燥的香料 那這個同時呢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先 先將這個 蘑菇啊 放進來了喔 我們再來 將這個蔬菜再炒一下下 再將番茄 這個富含水分的食材 加下來 蝦子跟蛤蜊 將它加進去 中間可以加熱 到這個步驟之後 就是海鮮都把它加進去 這個食材的味道 我煮出來的同時 用它食材本身的這個水分 可以去燉煮整鍋的料理 那我們先讓它這樣子 大概8到10分鐘 它裡面喔 其實它開始產生這個水分了喔 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完成 這道料理的最後一步 就是加入咖哩塊啦 有用比較多的海鮮在裡面 所以 它基本上已經會有一些味道了 我們在加咖哩塊的時候 你要 斟酌啊 不要加太多喔 會太鹹了 我們現在把咖哩塊了 把它化開啊 試個味道 嗯 好了 好了 這樣子的一個湯汁啦 慢慢慢慢煮了 它會再變稠一點 因為咖哩會有一點澱粉質 我們就可以搭配 飯 麵 麵包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是麵條 基本上呢 我們先吃 再說 這個咖哩拌麵啦 先把它拌在一起 把它拌在一起 這個這樣子 煮想真的還蠻鮮美的 咖哩本身的味道啦 蔬菜的甜味啦 還有這個 海鮮的風味這樣子 所以用中小火 將這個 食材的水分呢 天然的 逼出來之後 它在鍋底呢 已經會有水分了 然後中間攪拌一下 大概用中火 然後慢慢的煮滾起來 整個食材 跟湯汁融 下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再做調味 所以今天這個 無水咖哩海鮮 分享給大家 記得要訂閱我們 COOKIE PART 炎諾廚房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收看 也可以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是主廚的 用餐計畫 王俊之 如果你們有想要看 其他料理的話呢 記得這個節目 底下留言喔 讓我們小編知道 讓我們知道 其實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 繼續往下做 可是我現在在 桌炒一下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 這個 香氣 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呢 我們再讓他這樣子 燜炒一下 你的食材要必須有 比較多 不含水分的食材 比如說像是 洋蔥啦 番茄啦 絲瓜 這一類 常見的 保水性很高的食材